好 1 2 3 好 谢谢 送上水果礼盒 慰绕第一线员工 因为接下来短五连假将登场 这也是赖总统上任后第一个连续假期 赖清德特地到台北车站视察备战交通赎运 除了在这个假期之间 站出来 然后奉献我们 我们信力的除了交通部所属之外 包括国军是站在第一线 海拔也站在底线 检查也在每一个重要的交通部段 在维持上方 赖总统对前线同仁表达感谢 毕竟为了因应廉价人潮 高铁台铁都特别加开班次 像是高铁部分加开了881个班次 台铁则是加开99个班次 不止双铁会出现大量人潮 国道部分预估廉价首日南下接风时段 车流量价会达到平日的1.4倍 交通部长李孟燕也强调 会导入AI技术进行输运 左院长有宣布我们是行动的AI内 所以这次的我们高速公路等等的交通的调控 也导入智慧的科技 它有导入这个ETC的大数据 来做这个秒数的调整 交通部提醒用路人 8号到10号深夜12点到5点 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台九线苏花路郎苏澳苏花改崇德等路段 实施大客车优先措施 不仅国内涌现出国返乡人潮 就连桃源机场预估也将出现出国潮 上看总运量超过65.5万人次 桃源机场建议团体旅客 可多利用第二航下五楼空间 即将迎来今年最后一次廉价 各单位提前部署 要让拥挤情况降到最低 3D新闻将会显示 迷迹突然为台北桃源